高雄市教師職業公會今天公布 某高職一位退休的教師 曾經在二零二二年在職期間 辦了聚會 找陪酒人員飲酒作樂 參加者還包含了兩名的同校 目前仍然在職的教師 其中一位還拖到一絲不掛 公會批評三個人行為不當 而消防也回應 會介入瞭解 教育局認定三人逾越倫理奮祭 要求消防嚴審確認狀況 男性被穿著清涼的陪酒人員包圍 還有人拖到一絲不掛 照片中一群人開心餐敘喝酒 但因出席的男性 有部分是老師引發爭議 高市教師職業公會 二十七號一早開記者會 並公布多張照片 指控某高職一位業姓教師 在二零二二年邀約這一場餐會 與會男性還包含同校兩名教師 卻找陪酒人員甚至脫衣玩樂 而主辦教師兩年前已退休 但其他兩人目前仍在職 公會及協會痛批三人行為不當 而且其中一位與會的私信教師擔任今年高雄教育分方路評審也遭同校教師指控出勤不實整天在警衛室吹冷氣看電視面對指控 校方上午回應會介入調查 會依照相關規定 校方坦言由接貨老師反映失信教師出勤狀況 正在溝通協調 據了解三人任職時間分別在十多年到三十多年不等 如今做出不良示範 交易局也認定三人的私下聚會以逾越倫理奮祭 將要求校方開會嚴審確認狀況 勿網勿縱 記者陳懷許正俊高雄報導